Hello,大家好,我是沃伦 欢迎来到每周一期的手机摄影调色教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色彩风格就是清晨色调了 非常适用的一款滤镜 而且适用范围之广 在很多摄影题材都能够用得上 就比如一些风光、建筑、街头等等 后期操作也是非常简单,容易出效果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实战环节 第一步,影调调整 首先我要做的是一个增加对比度 让画面整体的一个质感和层次得到提升 紧接着选择到降低高光和白色色阶 让天空这样的一个蓝色得到进一步还原 紧接着阴影也选择到提高一些阴影 黑色色阶,降低一些黑色色阶 接下来到我们的一个曲线调整 选择到的是一个RGB曲线 点滴三个点,拿出一个S型 所谓的S型就是一个对比型曲线 当然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可以适当把这样一个末端小点提上一点点 增加画面的一个灰度 营造灰度的同时呢 其实也有点像类似于我们的复古胶片的一个感觉 来到红色曲线呢 我们这边选择到是在中间调增加一些暖色成分 接下来到青色,青色部分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高光部分呢增加一些青蓝色 增加一些青蓝色 接下来到蓝色 蓝色部分呢同样在中间调往下去拉的时候呢 可以增加画面中的一个黄色 让整体这样的一个光感就是我们太阳光的一个感觉 黄色更加明显 接下来到色彩调整 色彩调整呢首先第一步找到HSL工具 把这样的一个蓝色往青色去靠拢 明确我们画面中青橙色的一个部分颜色 青蓝色 接下来到我们来到黄色 黄色可以看到整个画面这边呢 其实现在的黄色有点太过于单一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摄像往左边去偏向一些橙色 这样的话整个画面的色彩就更加荣誉了 薄度也可以提高明显度也需要提高 接下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橙色 橙色色相的话往橙黄色去靠拢一点 变下一点点红色一点点就够了 不能太多 薄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 明显度也适当增加一点点 最后来到红色 红色这边的话整体色相往橙色去靠拢 明确我们画面中的一个红橙黄的一个颜色 主要是围绕橙色这样的一个色彩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青色的话色相往蓝色去靠拢 像阳红紫色没有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调整了 最后我们来到细节调整 选择到的是增加一些清晰度 让整体画面一个建筑质感细节轮廓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 可以看到是吧我们整体的建筑的一个细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接着去朦胧 我选择到增加一些去朦胧一点点就够了 最后关键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选择到色调分离 色调分离这边给高光增加一点点暖色调进去 暖色调一点进去可以了 阴影也可以增加一些冷色气 这样一来整体画面中的一个冷卵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冷卵对比就比较明显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圆图 这是圆图 这是经过后期调整的一个样子 整个画面清晨的一个颜色就比较明确了 最后最后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点阴影 然后增加一点点阴影 画面整体的氛围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了 色调的处理多少会存在个人偏好在里面 没有太多的审美标准 这里的素质仅供大家参考 具体每一张照片的话需要我们多滑动调整的按钮 寻找最符合至审美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今天分享的一个调色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还想学习哪一种色彩风格的话 不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说不定下期就可以安排上了 这里是王赚手机摄影 我是沃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